感謝主席 那各位與會的朋友 我在這邊先回應一下 剛才柯教授提到的部分 我想今天既然我們這一步 是那個框架的立法 我還是建議要儘量 那個框架就要完整 那不要掛一露腕 我當然知道說 不管原住民族的部分 或是各個其他族群的 這個語言跟文化的蔑施 那或是其他每一個不一樣的 政權統治之下發生的問題 他都會有不一樣細緻跟程度的處理 但是畢竟框架立法 我們不會處理到那麼細的地方 框架立法主要是要去定義 到底台灣的族群 以及個人 曾經受到怎麼樣不公不義的對待 我是建議要完整 那至於在細部的部分 到時候訂定執法的部分 這個原住民族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要訂定哪些法律 應該是這個框架有了以後 然後我們有不一樣的下設的委員會 例如說剛剛謝洛蘭教授講的 原住民族的部分 有一個專門的這個部門 然後其他的每一塊都有部門 他們去做研究跟調查 然後建議未來的行政跟立法的這個處理 因為我一直認為 這個台灣的習慣是 如果把原住民族的說 事後再來處理 那個事後你看原機法從頒布到現在 落實的百分比來講 我是認為說事後通常就是沒有了 那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在談轉型正義的時候 不把相關的部分都放進去 那在這邊我要再提醒另外一個 我在這邊分享一個故事 我想有很多人應該在 這個過去前年應該也有看到 就是前年在萬年大樓 有一位將近90歲的阿嬤 她在萬年大樓下面發傳單 一張一張的傳單是說 這個模型出清 飛機的模型出擊 90歲的 這是她的老伴 過世了 她老伴本來在萬年大樓裡面賣飛機 飛機模型 你可能會覺得一個90幾歲的阿公 怎麼會喜歡賣飛機的模型呢 然後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 她為什麼會在那邊賣飛機的模型 而這位阿嬤她也不太了解這些飛機 所以她不知道怎麼賣 她只能發傳單 她也不會上網 那造成所有的模型的 這個喜歡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 就趕快去跟她搶購 然後也才挖掘出來 她先生 這個許倫敦先生 她曾經是日本加藤準戰隊 參加二戰的時候 那擊落過盟軍的這個戰績 那但是她自從戰後 因為認同跟歷史的錯亂 她都不再談這件事 她一輩子也不知道怎麼面對過去 曾經被認為是光榮的事情 那她只能到最後老了退休以後 在萬年大樓賣飛機 但是她也不再去講這件事 那等她過世了以後 連她太太也不知道這些飛機要怎麼賣 一個90歲的人在萬年大樓用發傳單的方法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一位老先生 然後還有在2008年5月20號 一樣是總統就職日的時候 有一位許昭榮先生 她這個自焚來抗議 她自殺抗議 台灣人對於二戰的時候 台積老兵的這個事情 沒有一次清楚的這個檢視跟反省 那她一直在推動這個相關的工作 這跟我們剛剛講白色恐怖跟228的受難者一樣 他們正在凋零 而他們的故事就跟許倫敦先生一樣 她不斷的被自己掩埋 她的家人也不了解她 連她的太太也不太了解她 她就這樣子一個一個凋零 我們要看到這麼多的家庭 當年台灣為了日本上戰場的人 有20萬人 那這20萬人有多少 有上百萬的家庭 他們對於他的先人當初去上戰場的因素跟故事不講 很多人是說他們去南洋做行李 那這樣的故事我們不重新反省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我說的反省不是說 台灣人當過日本兵好驕傲 不是這樣 台灣人當日本兵有很多的原因 國民黨只告訴我們是被害的 被強迫的 然後如果我們今天要來談這件事 就說你是皇民 世界上有另外一個國家跟台灣一樣尷尬 奧地利 他當初到底是德國的幫兇 還是德國的被害者 奧地利在1991年的時候 他第一次他們的總統承認 他反省歷史 他說曾經有一些奧地利的人 是納粹幫兇 但是他們用當作納粹的受害者打扮自己 到1991年不能再這樣下去 在東京的國際審判的時候的戰犯 台灣人有173人 比韓國人還要多 當初有一些日本的老兵說 在戰場上面 台籍老兵 某一些人 他們比日本人還殘暴 台灣人當日本兵是有很複雜的故事的 有一些人是為了保護台灣的家園 有一些人他已經完全進入軍國主義的思想 有一些人真的是被迫的 那這些故事我們不好好的去反省 一味的接受國民黨的一種講法 或是要不然就是黃明 這樣子對這些人公平嗎 我想這個就是為什麼 時代力量希望能夠更全盤的 來提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包括奧地利在反省他們自己二戰的那段歷史的時候 也是用到了這個名詞 我相信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對台灣來講我們的歷史非常複雜又糾結 那我們要面對的真相 面對我們的前人做過哪些事情 要有很深刻的勇氣來去面對 絕對不是說時間已經過了 我們不需要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這個新國會跟新政府的這個任期的時候 我們要擁有跟過去不一樣的勇氣 而再一次講 這些台籍老兵也正在凋零 他平均比白色恐怖的這一群 老先生老太太們 可能還老了20歲以上 謝謝